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Ubuntu上面去搭建SSH的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Ubuntu系统是没有提供SSH的Server的 所以我们就来自己搭建一下,首先我们来到虚拟机 目前我这个版本是19.10,我们需要安装一个第三方的软件 APT,Install OpenSH,进行Server 安装完了以后,这个服务是立刻启动的 可以看到SSHD,这个已经默认启动了 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直接来到SSH的客户端 我们打开这个Mobile Extra 当然呢,你可以用Putty或XL类似的一些客户端工具 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创建一个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IP地址 点1点5 username 这边是Test 默认端口12 OK,那这时候呢,就已经进来了 那就说明了,咱们安装的这个SSH的服务 已经正常启动了 那这个呢,默认的是使用的20端口,22端口 那如果说你想修改一下变成其他的端口呢 我们去编辑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ETC底下的SSH,然后呢,是SSHD下方线Config 我们搜索一下,叫Port 就第一个,我们直接把这个打开 然后呢,修改一下 这个端口呢,最好是修改成1024以后的端口号 然后最大是65535 因为1024呢,一般是由系统的服务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就写个222了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保存一下退出 因为修改了配置文件 所以呢,我们需要重启一下SSH的服务 重启的方法呢,其实有好几种啊 首先呢,我们可以用这种 ETC底下的Init.d,SSH,然后呢,是Restart 这个呢,是一种 然后呢,或者说你用Service也可以啊 Service,SSH,然后呢,Restart 这个也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也是需要用速度啊 重启以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服务 这个进程化呢,应该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 我们来验证一下来到客户端 这时候呢,我们把它关掉 重新去创建一个 还是一样,端口后呢,应该是变成了R222 ok 啊,因为我们直接保存个密码了 所以呢,它就直接进来了 这个呢,就是已经把 默额的端口给它已经修改过来了 其实我们用这个NetStage 这个命令来查看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目前 就是.1.5 这台机器上面它开放出的一些端口 可以看到222 就是我们使用的 SSH的端口 那就没有问题 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ubuntu系统呢 我们都会创建一个 独立于root的一个 普通用户 但是这个普通用户其实它也具有 root的权限 那如果说我们 想允许root用户来 通过SSH来登录到 服务器怎么办呢 首先呢我们还是 需要去创建一下这个root 因为默认是root是有,但是密码是没有的 我们需要去 password root 我们给它重新试一个密码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root 跟它的密码进行登录了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去编辑一下SSH的 配置文件,也就是这个文件 打开 我们搜索 我们搜索一下 Permit root login 找到这句话 Permit root 我们把前面的警号给删掉 那就说明这句话起作用 然后呢把这个 prohibit password 删掉 给它 写上yes 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 允许root用户来登录 然后呢我们保存一下 wq 退出 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来 重集一下 这时候我们用service 来操作一次 跟之前的init底下的SSH 和作用是一样的 就重新启动了 然后呢我们来到客户端 把这个关掉 重新开一个session 输入ip地址 这时候呢 这个specify username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写root 端口呢因为我们已经改过了 所以呢是2号22 点击OK 这时候呢就说明这个端口呢 已经开放了 而且是有这个root群 有这个root用户名的 这时候我们输入密码 OK那这时候呢我们已经 以这个root的用户呢 登录到了远程的SSH服务器 ip地址 1.1.1.5 那没问题 那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